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星期二 二百多名躲在亚素钢铁厂的乌克兰武装分子 走出地堡并且缴械 俄罗斯方面表示 这些亚素营成员已经无条件投降 不过乌克兰方面避免使用投降这个词 而将之称为撤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当天发表声明宣布 马里乌布尔驻军 已经完成作战任务 他们的指挥官被要求拯救士兵的生命 不管双方怎么说 事实是乌军的这二百六十五人交出了武器 并且被俄军逮捕 押往了俄方控制的其他地区 他们当中有五十多人是重伤员 乌方表示呢 希望用俄军战俘交换亚素钢铁厂的守军 但俄国杜马表示 这些亚素营成员 对顿巴斯居民犯下了严重罪行 必须对他们绳之以法 还有的议员表示呢 应当将他们判处死刑 亚素钢铁厂是否还存在其他武装分子呢 尚不得而知 不过舆论普遍将星期二的投降 看成呢 俄军已经拔掉亚素钢铁厂这个钉子的象征 认同呢 俄军已经完全控制了马里乌布尔 它是乌克兰南部的一个港口城市 也是俄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之间的关键路桥 攻下马里乌布尔是俄罗斯方面的一大胜利 俄军呢从此可以将力量投入到顿巴斯地区的其他城市战中 当然了 乌克兰方面也可以宣称他们的胜利 毕竟呢 马里乌布尔战役 乌军打得很顽强 暴露了俄军常规战的弱点 对乌方士气提供了不少鼓舞 乌方呢 可以宣扬他们在马里乌布尔虽败犹荣 老胡想说啊 马里乌布尔战役 或许呢就是这场乌克兰战争全貌的缩影 俄军呢很早就宣布 已经控制了马里乌布尔的市区 而且呢 俄军迅速攻占这座城市 一度符合人们的预期 但事实是 马里乌布尔陷入了胶着的城市战 拖延了83天 基辅方面把马里乌布尔保卫战宣传为 乌克兰抵抗运动的象征 称所有守卫亚塑钢铁厂的人都是乌克兰的英雄 西方舆论呢 共同帮助烘托马里乌布尔的抵抗精神 然而 俄军虽然进展缓慢 但最终攻下了马里乌布尔 而且呢 这个结果 说实话从来都没有成为真正的悬念 减少伤亡 用围困代替强攻 是俄军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将轻其力量拔掉顿巴斯地区乌军上层的全部据点 这个过程呢 有可能会拉长 损失也可能挺大的 但俄方最终将实现自己的目标 同样呢 没有悬念 毕竟啊 俄罗斯的国力要比乌克兰大得多 并且呢 能够通过威慑 控制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范围 打击援助的通道和基地 乌克兰终将吞下这颗苦果 然而 俄方整体的战略得失 它是另一回事 乌克兰的反俄情绪被进一步点燃了 北欧的芬兰和瑞典即将加入北约 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剿杀 已经战略成局 俄罗斯面临的挑战 比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呢 更加严峻 也有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